好 接著我們要跟各位談的就是 離子的性質跟原子的性質不同 同一個原子的原子跟它的離子的性質不一樣 舉例說明 鈉可以跟水劇烈作用我們教過了 可是鈉離子不會跟水劇烈作用 鹽巴氯化鈉在水中就有鈉離子 你不會看它放在一下子泡泡泡泡到一大堆的 沒有這種事 也不會什麼生成什麼氣體都沒有 然後綠色黃綠色的氣體它是有毒的 綠離子沒有毒啊 剛剛講的氯化鈉鹽巴基本上鹽巴沒有毒啊 吃下去沒什麼問題 所以這次要告訴過你 離子的性質跟原子的性質不一樣 由此可知就是我上學期教過的 我說舊課本寫 決定原子的化學性的質質 我告訴你是錯的 事實上是誰決定的 電子 正確地說要電子主態 因為你知道原子要變成離子只有什麼 只有得失電子對不對 知識有沒有變 知識沒有變 所以是電子不一樣 性質就不一樣 所以我說真正決定化學性質的是電子 或者更正確地說要電子主態 那個高中以後再說 然後再說 那麼基本上 我如果是鈉離子 那我的性質就一樣 不管我是氯化鈉的鈉離子 還是氫氧化鈉的鈉離子 這都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差別 我只要是氯離子 我的性質也是一樣的 是氯化氫的氯離子 還是氯化鈉離子也都沒有任何差別 所以 相同的離子的性質都會一樣 跟它的沒有關係 下一個是重點 就是 基本上電解質在水中解離之後 它是保持電中性的 所以所有的正電會等於所有的負電 總電量一樣 但是總電量一樣 不代表每個離子的帶電量一樣 不代表正離子跟負離子的數目會一樣 離子數目可能不一樣 每個離子的帶電量可能不一樣 但是總電量會一樣 總電量一樣 所以有多少的正就有多少的負 所以會保持電中性 體力 總電量一定會一樣 所以是電中性的 所以我講的中性是電中性 跟酸鹼性沒有關係 容易可以是酸性 可以是鹼性 可以是酸鹼性的中性 但它一定都是電中性 總和起來不代電 跑進去裡面看 有一些人有正電 有一些人有負電 跑到外面看 總和起來叫不代電 聚觀上不代電 總電量必相同 我們說要舉例 這邊有一個硝酸甲 解離出一個 解離出甲離子跟硝酸根 我發現一個甲離子帶一個正 帶正一 一個硝酸根帶一個負 帶一個負一 我總共有一個甲離子 所以一乘正一就是正一 我從一個硝酸根一乘負一就是負一 所以呢正一跟負一合起來叫做零 總和起來不代電 叫做電中性 然後有一個氫氧化鈣 你看到鈣離子是帶兩個正 氫氧根是帶一個負 離子帶電量沒有一樣 我總共有一個鈣離子 有兩個氫氧根 正負離子的數目也不一樣 但是我有一個惡症 所以出來就是惡症 我有兩個一負 我有兩個一負 出來就是有惡負 這裡有惡症 這裡有惡負 所以合起來叫做零 不代電 叫做電中性 叫做電中性 所以總和不代電電中性 硫酸解離出氫離子跟硫酸根 一個氫離子帶一個正 一個硫酸根帶兩個負 這表示離子的代電量不一定會一樣 我有兩個氫離子 我有一個硫酸根 這代表離子的數目可以不一樣 可是呢 我有兩個一個正 我有兩個一正 所以二乘一正就是惡症 我有一個惡負 一個惡負合起來也是二個負 所以兩個正兩個負加起來是零 合起來不代電 這叫做電中性 所以用這個解離方程式 講一遍給你聽 就是要重複我剛才教的事情 電解值解離的時候 它離子的數目不見得一樣 離子的代電量不見得一樣 可是它的總電量 總的正電 跟總的負電一定會一樣 這叫做 它必會成 它必成電中性 必成電中性 這是一個重點 你要曉得的事情 OK